1.5.2 根拖 踢球导 那我根拖 踢球导是多少 根拖 踢球导 就是r 根拖 踢球导 就是r 根拖 踢球导 对不对 这乘以t 的x 球 偏倒是多少 rx 所以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r 根拖 踢球导 r 根拖 踢球导 就是多少 就是r 所以是负 等 r 平方 分之 1 这才是多少呢 r 根拖 踢球导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 它就是负 的r 根拖 踢球导 然后 我们要在这个 这个 u 带 x 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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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函数继续在x 球平了 但是你要注意啊 r 根拖 有没有x 有啊 r 根拖 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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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分子和分母是不是都有 那么它应该是等于多少 r 根拖 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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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分母的平方分支 分子的导臭乘以分母 倒数 减去分子渡球导 乘以分母的导臭 因为这个地方是多元韩索式的写成编导形式 所以我们再来记得吗 fx 除以 gx 这个双单导称 代表多少 分负在平方分支 分支在导称乘以分母 减去分支不求导称乘以分母的导称 这些基本的公司你如果是没办法记住的话 那就真的没办法 这个整个收据 你要坚持你的这个体系的话 你整个用工具啊 你放一块砖子进去的话 你又没有这个签的东西 那你怎么放进去啊 放不进去了 然后这些集团的运账 它是需要的 那么这里关键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是要求说 r 立方对谁的 x的 r 立方对x的偏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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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啥 它应该是r 立方对r的导秀 就是这样的偏导 这乘以r对x的偏导 这乘以r对x的偏导 r 立方对x的偏导 而立方对x的偏导 本身是一个立方对比呢 也选择r的倒数 这乘以r对x的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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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立方对x的偏导 所以我们把它写出来 是v的r 的立方 减持x的偏导 乘以r 立方对x的偏导 三倍的r 平方 乘以r 本在x的偏导 所以说r 立方对平方 我们这里就写成r 二的六次方法 所以说v的r 二的三次方分之一 对吧 对吧 这是r 立方 这是r 立方 这是r 立方 这是r 六次方 是v的r 三次方 加上 这里r 约定一个了 然后这是加上r 五次方分之三倍x的偏导 是不是 r 五次方分之三倍x的偏导 就是v的r 立方分之一 加上r 五次方分之三倍x的偏导 好 因为这个x y和z 它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地位是相等的 相同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u的x的偏导 是这样 那么 u的r的二次方分之一 加上r的五次方 三倍多少的偏导 对 对 or的平方 然后 u的z的二次方分之一 就是v的r的二次方分之一 加上r的五次方三倍 是什么 对对对对 z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 带进去的话 都有一个R的立方分之一 所以说负的R的立方分之三 然后再加上三倍的X平方 加三倍的Y平方 加三倍的Z平方 所以R的五次方 那么X平方加Y平方 加Z平方是多少 是不是R平方 那我这里就是三倍的R的平方 R的五次方约掉R平方 就是三倍的R的立方分之一 这个是减是三倍的R的立方分之一 这带一面大 所以这个地方最关键的 还是训练大家整个计算 这个RJ重头编导 那么这里面的专业中间 同样 这里面的专业学习中间 同样是有这样的一些 RJ导导或者是高阶导导的计算 所以你们一定要熟悉 这些基本的计算的工具 好了我们关于这个高阶篇导导导导来 以及一阶篇导导来 我们就很加忙了 当然我们在后面的计算中间 还会关注这样的一些计算的运算 但是呢 我再这么详细地来讲这个 二阶高阶篇导导导导导 然后呢 我们再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权威分 权威分呢实际上是以偏导导的定义为基础 来定义的 我们说啊 一元函数它的核心啊 上次部分我们研究的是一元函数的 微分学和积分学都等 是 那么我们下次部分研究的是 多元函数的什么呢 微分学和积分学 那么有了天导导的定义呢 我们就在这里可以来研究这个 这个权威分 权威分 那么权威分有什么用呢 嗯 像一元函数的微分里面 我们是可以用微分 也就是说 计算这个代表挖的时候啊 它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线线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代表的 高阶无形小部分 这个高阶无形小部分呢 是比不好刷的 是不好刷的 不是线线的面上不大好刷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代表挖呀 它实际上 跟这样的一个线线部分 是可以精湿的 就把这一个部分把它怎么样 丢掉 那我就精湿于这个线线部分 而这个线线部分呢 就是一元函数的这个微分 微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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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元函数的微分 它是可以进来 做什么面上 来做精湿面上 来做精湿面上 当然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可能还有一个 嗯 它的故事 它的故事 它就不是一元函数的微分啊 它是什么 任意皆能 你想要什么样的精度 它都可以达到 所以它的故事 在精湿面上 人家是非常重要的 有种事 但是这个故事很简单 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去记 但是呢 确实可以做到 所以微分 它在精湿记上这些 是很重要的 一元函数 那微分可以这样 那么二元还是多元函数的全维分 它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吧 我们以二元函数为例 来定义全维分 如果这样的一个二元函数 在这个壁区里面 它的全真量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这是全真量啊 什么是全真量啊 我把这个函数啊 它的致病量给一个真量 那么这个函数值 是不是也有一个真量 比如说 这一个二元函数 我自病量成X 变化到X加对方X Y变化到Y加对方Y 变化到Y加对方Y 变化到Y加对方Y Y变化到Y加对方Y 这个函数值是不是也会改变 那么函数值改变的是多少 就是变化以后的 变化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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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东西就叫做什么呢 全真量 就叫做全真量 这就是全真量 这就是全真量 我还有全尾分干什么 还有呢 为什么要做今次计算 为什么还要做今次计算 就是简单的例子 你们就明白了 别人说 结果这个例子 这也等于三云 三十度 一分 乘以 乘以 一代 1.01次方 你只能查表声出来对不对 查你的搜寻音表 这个搜寻音表是怎么来的 这个搜寻音表是怎么来的 我们查看最简单的好不好 就乌等于三云 三十度 一分 我就只看这一个 这个你肯定常搜寻音表才知道 大概值是多少分 那这个搜寻音表是怎么来的 搜寻音表里面是一个金式值 这个金式值是怎么来的 这个金式值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通过金式运上的 怎么通过金式运上的 怎么通过金式运上的呢 我们看 现在我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乌等于三云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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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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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XX XXXX Rud XXXXUXX X 变化30度一分,dataX是多少? X0是30度,这里是什么? X0加dataX,dataX是多少? x0加dataX,dataX是多少? dataX5,dataX3. x的改变量是多少? x的改变量是dataXX,在这里是多少? 变化了30度一分,变化了多少? 变化了一分,Δx就是一分嘛 可不是 那么这个东西应该等于什么? F1x F1x就是这个函数球导数 所以是扩散因 扩散因 在x导数导数,是不是扩散因 在x的值,这里就是x0的值 是不是扩散因30度 这乘以Δx Δx 是不是叫乘以一分 那么我们就发现 3.30度一分 是约等于3.30度 加上扩散因30度 乘以一分的 说出来了没有 约等于它加它 3.30度你是知道的 是多少? 2分之1 2分之1 扩散因30度也是知道的 是多少? 2分之3 1分是多少? 180度 3.30分之3 4.30度 3分之1 3分之1 2分之1 6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1分之2 所以1分4等于多少 60分1再乘以180分之碳 看你知道吧 31415926 除180再除60 再乘以二分之一 再乘以二分之一 就算出你的祭祀詞了 是不是 那么在一元寒说鬼祭不住 在多元寒说的时候 我们在算这个全增量的时候 就像这个地方 我要送牌的时候 好不好算 送牌好不好算 为什么 就是牌不好算 对不对 所以 在计算这里的时候 不好算 所以要寻求它的近似的求解 这个时候 就要用到我们的全外分 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全增量 它不好计算 不好计算 如果好计算 我们要不要这么来算 我们可以得到精确值 对不对 没办 不需要 如果全增量它不好算 那么 我们来寻求它的近似计算的时候 如果这个全增量 如果这个全增量能够表示成两个部分之图 很重要 两个部分之图 第一个部分有什么概念 所以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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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a b b b a a b a b o b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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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路的高阶无穷小 高阶无穷小是什么 无穷小是驱灵的对不对 高阶无穷小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驱灵的接受还要更高啊 那就是驱灵的速度是怎么样 更快啊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个泰塔针这个全正量 能够表示这泰塔还是泰塔吗 这个泰塔的一个线线部分一个很好 计算的部分 再加上一个高阶无穷小部分 高阶无穷小部分就是驱灵的速度更快的一个部分 这个东西竟然驱灵的速度更快 那么如果我这个变化的值很小的话 说明这个东西小得多了对不对 小得多说明什么 我就可以把它丢掉对不对 这个学号 我们就称这个函数 这个二元函数 这个点是可为的 然后 然后DataA层这里 这里显示有个问题了 A层以DataX 加上B层以DataX 就成为这个函数在这里的全回分 G为DZ 那么DZ是多少 A层以DataX 加上B层以DataX 那么大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这里的A层以DataX 是什么 一元函数的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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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Wa等于Fx 一元函数 它的维分DWa等于A层以DataX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A是多少 A层对X的导数 DataX我们写成为Fx 所以就是DX 然后等于二元函数 Z等于A层以DataX 加上B层以DataX 加上B层以DataX 那么这个地方的A层以DataX B层以DataX 我们后来发现 这个地方的A 就是Z的Fx的偏导数 DataX 是写成它的维分全式 就是DX 再加上 这里的B层以DataX 就是Z对Wa的偏导数 DataX 就是Z对Wa的偏导数 就是DataX 就是DataX 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Z的一个全维分全式 是等于 Z在X的偏导数 乘以DataX 加上Z在Wa的偏导数 乘以DataX 那么我们就可以捞到DataX 今次等于谁 DataX DataX 来做进士园上 就像我们这里 利用DataX 来进士等于DataX 一样 如果这样的一个寒数 在区域D内 各点多可为 那么再称这个寒数 在这个区域D内 是可为的吧 好 这里是关于全维分的定义 全维分的定义 好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解决 这个呢 我们做这个名单 很简单 属于上这个地方也改出来 就是说 这一个寒数 如果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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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Fx 这个DataZ 到DataX 去连Da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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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连D的时候 这个极限是等于0的 这个极限等于0 也就是说 Fx 加DataX Y 减去 Fx 极限是等于0 也就是说明 这个极限 只是等于Fx 挖的 它在说明是连续的 所以 我们前面讲了 偏导数存在 二元寒数的偏导数存在 能不能保证这个寒数连续啊 不能 但是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寒数 在这一点是可为的 那么一定可以保证这个寒数 在这里是连续的 所以 我们 这个节目我们来看看 多元寒数 多元寒数 寒数可为 保证偏导数存在 偏导数存在 能不能保证 寒数可为 不能 为什么呢 偏导数存在 实际上 只有两个 线上的导数 对不对 对 X的偏导数 是 是它要在一个曲面跟什么 那个曲面跟挖的 这样的一个 平面的交线 上面的这个 写率存在 对不对 被挖的 偏导数也是 那个曲线上面的 写率存在 不能够保证这个 整个上面都有 对不对 所以 偏导数存在 不能保证可为 但是可为 可以保证偏导数存在 偏导数 偏导数 连续 就是说 偏导数存在 并且连续 以后 可以保证可为 但是 寒数可为 不能保证偏导数 它虽然可以 保证偏导数存在 但是 不能保证偏导数 连续 这个是一些 结论上面的东西 大家呢 稍微了解一下 就对了 我 对大家呢 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就是什么呢 要知道 这些基本的 基层 要知道 这些基本的 基层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一些 定理啊 里面方面的一些 仙子啊 这些研究 好 这个地方呢 有这个定理 我们刚才实际上也了解了 苦儿一定有什么 偏导数存在 对不对 但是苦儿能够保证偏导数存在 能够保证偏导数存在 不能保证偏导数存在 能够保证偏导数存在 能够保证偏导数有连续 不能够 不能够 偏导数存在 能不能保证偏导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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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偏导数存在 然后偏导数又连续的 就能够保证偏导数 如果这个 这颜色盘数偏导数存在,并且又连续,就一定是可谓的。 刚才我们定义了二元盘数的权位分, 那么对三元盘数是不是同样的规定? DU等于A乘以Δx加上B乘以Δ加上C乘以Δ加上C乘以Δ加上A是U的X的片道, B是U的W的片道,C是U的Z的片道, 所以DU等于U的X的片道乘以Δx, 这个代表写成X的片道,就是DX, 加上U的Y的片道乘以D1, 加上U的Z的片道乘以DZ。 其中,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是全维分的一个部分, 实际之为偏为分,偏为分。 我们在三个学习中, 我们不是三个学习, 也就是这个学习集中, 我们学了一个长和一个方程, 对不对? 就是说在这个方程中间, 它出现了什么? 坦塞的导数是不是? 如果这方程中间出现了这个什么? 函塞的片道数, 这样的方程我们就称为什么方程啊? 偏为分方程。 偏为分方程和偏为分方程, 是数学研究中间的方向。 相对来说,偏为分方程更难研究。 好,这次来应该介绍。 接受。 好,一个练习,我们来处理一下。 要计算它在这个点的全维分, 你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用到全维分的表达三? 是。 DU等于多少? U的X的偏导数DX, 加上U的Y的偏导数DY, 加上U的Z的偏导数DX, 所以关键的地方还是求什么? 偏导数,对不对? 只要把偏导数求出来了, 全维分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还是求偏导数了。 所以大家计算一下, 他的R和E这个点处的全维。 请不吝点赞并且请不吝点赞并且提订出一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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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